在這消息先來看到 這個台東的力度 這陣子這個觀光的人 增加很多 每個月都有四萬人住 現在又是熱人高溫 營電量又增加很多 現在台東力度 發電省有哪個注意 這個發電基礎穩穩 因為上個月發生 我們自己的條件 台東的天其實繼續燒熱 但法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統計今年四月到六月 蓋力度剛好的人數 有八萬三千多月 但是今年冬季 是增加到十二萬三千多的人 借了是增加這麼多的人 用電量也一樣 大大增加 另外一個月 這個的用電量 是創四十二年來的新冠 要六千千萬 最近又只跳電 尤其在雲山村那裡 台東力度是用煎油來發電 今年就一直有在換發電基礎 發電量是有夠的 但民眾歡迎跳電 港鐺另外發現是 共電的散路是就沿海 已經有去換 台東說 在那小路的大櫃會繼續 一直去看發電基礎的情形 會把這個一些負載 把它做一些分割跟調整 讓他不會瞬間的用電量造成不平衡 那另外一個 我們對線路有加強太販跟巡視 不過台南也讓 有去力度的UK 你是如果出去外東 要把房間的冷氣管起來 比較省電 讓發電基礎可以效果 這讓提供力度 暗時用電關風機的運轉 現在總好不得 謝謝你 感谢观看